在我手上曾經被鎖過的車大約有七千卡 是否搶?也算是搶的 如果不是搶的 我們又找不到食物開的時候 誰可憐我們呢? 曾經偉盡沙田第一城 令到司機大佬聞風識變的鎖車界一哥阿關 一前聯絡星島新宿王 跟我們新說生意艱難 即將不能留下 如果打工這份是天下第一須工 從來都沒有人尊重過我們鎖車隊 每天都要帶著父母上班 死泉家 你老母死泉家 我在做事 你老母在做事 我在哪裏 警告都不可以 我最深刻印象記得是一次被人搗飯 鎖完車去放鎖的時候 被人搗飯在頭上扔下來 好像訪問當日 阿關就遇到維帕車主報警 指控他鎖車的時候 整花了一部車 即使警察後來來到 都被人罵不停口 絕對非常辛苦的錢 好天又要曬 下雨又要搭 這份工作真的不是很多人可以做到的 不會有人認同你的 他們覺得 給了這塊錢 我就要發洩 因為他們覺得 你們是昏傭 所以你們就 衰人 其實 今天我要帶出來的重點是 我們不是收傭 我們鎖到一部車 我們才有飯吃 不過有沒有這麼慘 之前網上流傳 沙田第一城管理公司報表 上面寫明鎖車費收入 預計二、三年有八、三萬元 這個數目是由他們的委員估計出來 但其實行不行呢 我相信今年一定不行 因為交通觀眾成功了 這條街真的沒有太多人違法 我們跌了70%左右 你沒有車就只只兜了 這行比較困難的 全部車都有人 那時候找到食物當然沒有問題 到找不到食物的時候 到我出聲的時候 就合約精神了 我們靠鎖一部車 維持生計 但我們還要付錢 給管業處 到沒有車鎖的時候 我們 叫做白做 那些科家網民 以為我們賺很多錢 第一城給我們很多錢 請我們其實 一毛錢都沒有 除了鎖價 壓他們的物資之外 連車、油、保險 所有東西都是我們自己給下來 我想我最少試過只有兩萬元 成本也一萬多元 我們無法維持成本 我唯有忍痛地離開 也沒有辦法 外間認識的阿關 是深狠手辣的鎖車王 不過其實他真正的工作 是交通管控 好像在第一城附近 就有不少學校 每逢放學 很多校車、家長車出入 鎖車隊就起到疏度交通的作用 所以有不少家長知道他不生氣 都神話可惜 有時我真的挺討厭 但都這麼多年了 經常都見到他 其實他又不是那麼壞 我們有時真的要接放學 他都很好玩 好吧 不鎖你了 你快點去吧 無奈生意越來越難做 而第一城的管理公司 亦不更新合約 根據協議 阿關仲埋今個月 月底將會正式撤出第一城 一代鎖車轉期即將落幕 我們要服務第一城 要幫第一城 但是反過來 第一城的居民不認同我們 當初我也是一個人公司 2021年1月1日踏入第一城 開始在第一城鎖車 在這30個月 幫他增加了管理費 差不多90萬元 你們有沒有想過 我們曾經都在幫過你們 出汗水 會不會想過方法 令到鎖車隊 比較 被人認同到 希望今次我藉著這個報道 即是未來任何一間公司都好 希望他們 真是 尊重鎖車隊 你新數我跟進 找9199-9933 星島新數王隨時後命 並不可固的